欢迎回到美多新闻 2024年印尼台湾形象展 5月16日至18日 在亚加达中区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170个摊位展出了台湾130家企业 在智慧医疗、净灵碳排、社会制造、清水食品等 适合印尼市场的产品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之芳 表示印尼为东南亚第一打竞技体 人口数量达到2.8亿人 大部分为穆斯林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本次展览展出了清真食品、运动器材 颠颈周边、美状保养品等 黄之芳补充说 2024年印尼台湾形象展 能创造出4000万至8000万美元的商机 在智慧医疗方面也展示了来自台湾的多家优秀医院展位 台湾台北的新光吴火师纪念医院的主任陈亮光 出生于印尼棉兰的他表示 不知不觉已经离开印尼55年 很高兴回到故乡 并为印尼朋友介绍台湾最先进的医疗方面 以及脚踏实地了解印尼病人的需要 这样我们有做一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叫做LDCT 目的在哪里 目的我们叫早期发现 用电脑断层去发现 是不是病人在癌细胞在肺部里面 没有长太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看看 所以我们最好在两公分以内的病人 可以找出来 如果需要开刀可以治疗了 赶快给他治疗 这样对病人的医后 生活的品质一定改善了很多 也对医疗浪费也减少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做的目的 所以我们医院每天每天 做的这种病人 在五六十位做LDCT的病人 所以这方面是给我们很大的歧视 尤其我们希望来印尼推广这个方面 是不是有更多机会去做更多的病人 陈亮光解释说 每年平均有六百亿病人到台湾治疗 有的进行癌症治疗或体检 康复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台湾的医院可治疗各种疾病 包括心脏 癌症 妇产科等疾病 一个病人在印尼开国到了骨骼了 结果他开到以后脚医还是有问题 就到我们医院来 那我们医院帮他矫正以后 突然间他心脏有问题 原来是心肌梗塞 在我们医院后来发现 赶快救回来 那病人很年轻 才四十几岁 所以他前几天碰到 他也想如果他没有知道 他可能心肌梗塞就会走掉 所以这方面是他真的 我们想希望更多更多这种病患 我们能够去帮忙去做的事情 陈亮光说 希望印尼病人能提前做体检 早期发现并进行治疗 会提高康复力和大打节省治疗费 我希望我们曾经在台湾 看过病人也好 来台湾怎么样的朋友 还有一些希望将来到台湾去的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尽量跟我联络 我们义不容辞的去帮忙 这就是我希望做的事 尤其印尼我也是讲了 是我的故乡之一 所以我愿意去做帮忙 更多更多我的故乡的朋友 所以有一首歌 陈亮光表示 目前还没有计划在印尼监医院 但想跟印尼多方进行在医疗方面的合作 Metro新闻记者 李苏珍, Agusin Lawrence 才广告到 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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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换 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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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拍照